Hello 大家好 在畫面上大家都看到有兩款卡包 我出去了買這個Pokemon Card 首先買的就是這個中文的Pokemon Card 我沒有買一盒,先買了五包 因為我都覺得自己是非洲仔 看看五包有沒有好東西 這個就是五包 接著就買了英文版 應該叫做國際版 一開始,本來我是打算買最新的幾包 因為我怕買舊版 有機會卡卡未必可以用到 在最新的賽事 所以我就買最新 我上網查過 叫做SM11 接著我就問他有沒有SM11 是不是沒有了 然後他說 你剛才拿的就是11 可見其實我真的不知道這個是11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可以看得出來是11 好了,那不要說那麼多了 我們逐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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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先開這個 中文版先 布可夢 好,非常好 這個名字 我們拆開第一包 那我也第一次 第一次拆這些卡包 不是,Pokemon Card 我是第一次拆 那就在這裡拆吧 OK,在這裡拆,免得翻 好,看看有沒有好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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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卡包是不是不能丟掉的 好,我拆出去看看 好,我拆出去看看 OK,拆出去看看 好,第一張是能量 好,有張銀色 咦,有張銀色 古芝麻? 這個是不是那些人經常說 很喜歡要那個啊? 好像是喔,還要全圖的喔 基本能量,黑暗貓,行路草,燕貓喔 戰鬥記憶碟,黑拉克羅斯 這張好像有很多人說的喔 這張 哈哈 是不是啊,各位 留言告訴我 或者你按LIKE 或者不LIKE 我大概知道什麼了 好 那你試試第二包 好,什麼事 應該 是,我記得無彩 因為我看過很多人開卡包 到下一包第二包了 那我都是隨機抽幾包出來的 好了,那基本能量 哈烏 這些我都見過的 甜粥粥 滿力 卡博冥冥 卡博冥冥之益時 葛藏大自然的裁決 卡博野性之益時 好啊 登山藍 登山藍 田武尼 基本能量拳頭 哈烏沒有了 我把最特別的那張放在頭上 然後再給大家看 好啊 接著再第三包了 第三包了 第三包拆來看看 看看 還有呢 我沒有整套 我沒有買牌組的 我沒有買牌組的 基本能量 海外圖 華亞羅拉老鼠 奇諾栗鼠 比加超 多邊獸2隻 為什麼它有閃 這個 芝麻龍 密斯杰巴 改造之除 基本能量少了,沒有了,最值錢,最特別的,這張閃的原因是什麼呢? 大家看到它裡面有閃的嗎? 它是不是比較特別的? 我不知道啊,不知道什麼事 好,到下一包,OK 其實拆開卡包是挺有趣的,但如果出不到好東西就不太有趣了 你們拆過卡包的話都知道,如果拆不到好東西就不太過癮了 其實我這樣看都看到有些邊位,好 基本能量,這個我不記得什麼屬性 3D龍,代碼檢查,泥抽,雞毛蟲,雪米,雪米的重 歐雲眼,水寶丁,人們說水組要用,我沒有了 就這麼多,OK,看來開始就已經抽完了 我的運氣已經用完了,各位 在頭那兩張已經用完了 好,最後一包,第五包 第五包了 第五包,看看有沒有好東西 好,基本能量電系,泥巴魚 又是老鼠? 阿羅拉拳石,阿卡布冥冥,回轉飛行 卡琪,扭曲能量,沒有了 最特別應該就是卡伏冥冥和卡琪 卡琪是可以抽出最多四張能量卡 賦予自己的一隻精靈,並且重新排 重新排,還挺厲害的,OK 好了,給大家看一下我抽到什麼了 好,OK,那我就會這樣顯示給大家看 好,嗯,其實都算幸運 真的五包裡面中了一張古芝麻,大家看一下 那這裡第一包就做了古芝麻 然後卡布牛牛,明明,這個卡布,卡布不知道什麼 不懂得讀那個字 然後就是3D龍2Z,然後就是雪米,謝米 然後就是卡布,明明的 基本上就,我想 最特別都是 這隻 古芝麻,很漂亮的 你看它的顏色,反光 你看看,挺漂亮的 還有摸下去的手感 非常之好 我第一次摸這個正版 以往都是摸一些翻版的 普通的中文版就開完了 先放古芝麻 先放開頭 先放開頭 好,等等,撿一撿個漂亮位 OK 卡,多邊獸2Z 接著就到這個 雪米 然後卡布明明,OK 好了 OK,古芝麻 好,接著到第二批 第二批就是這個 SM11 SM11我就不知道那些重有什麼特別 其實我是想在 在電腦版的Pokemon裡玩 所以才買國際版 因為我聽說好像其他版 就沒有什麼最號碼 OK 我知道呢 如果你拆出來的最號碼 是什麼 哪個顏色呢 其實就代表有沒有好東西 希望有好東西 這到底是怎樣拆的 我拆到了 OK 好 好 先看看最後一張 綠色的 真的沒有好東西 哈哈 第一張是扭拉 第二張是小池怪 這個是懶人翁 啊 火爵 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 飛行Z 結晶 接著 貓遊 貓遊探長 這個能量 海龜 差不多娃娃 這隻是 忘記了 好 那就完結了 好像騷得出來 最好 哈哈 不要緊要了 OK 我之後會打的 OK 下一包了 沒什麼好東西 最特別是剛才那張的寶丁 是不是 飛行Z 飛行Z 好 下一包 看來沒什麼暈 也不是的 炒了一包而已 炒了一包還說沒暈 你這種人 好 看一看 我都是綠色的 我沒什麼好東西 這個的氣球 滴珠 這隻是叫做 什麼 幾何雪花 這隻是毒的 不知道什麼 毒什麼姓 蘭糖花 這個的蝦葡 蝦葡 蝦葡 沒有特別 這有綠莎 OK 這張閃閃的 這張 到第二包 第三包 我拆來看看 這究竟怎麼拆的 我拆不到了 為什麼 我可以了 好 來了 好 再看看後面是什麼 這第一隻是 雪童子 綠色 OK 沒好東西了 來了 雪童子 然後這隻是 掘動的 這隻是 寄居蟹 這隻已經忘了 這隻已經 吃夢夢 夢夢吃 蝦古龍 蝦古龍有閃 下一張 下一張是 小茂的傳途 Blue 這個外國版 叫Blue 然後這隻是 雷神 雷神 還有飛行 飛行什麼 忘記了什麼屬成 不好意思 忘記了 Psycho Energy 豆粒菇 沒有了 好 最特別是這張 小茂 也是閃閃的 我不知道有什麼效果 因為不懂 最後兩包 各位 好 好 好 開不了 為什麼開不了 我 開不了 怎麼開啊 這麼難開 可以了 好 第一隻就是這個 這個的 佣福 佣福 又是紐拉 見過 田武尼那些 電磁珠 火色翼 這個是什麼 這個不知道 火爐 有閃的 這個是拜路求菇 眼仔 屬性空 田武尼那些 這隻是神獸 沒理由 OK 有個火爐 閃閃的火爐 最後一包 看看有沒有好東西 什麼傳途 閃閃的金色那些 我不知道那些是否最好 好了 一開已經見到 剛才見過的 海星 毒星 這個是 火竹 火竹 燈光靈 羊羊馬 貓油 這是貓油探長 迪珠 閃閃迪珠 然後這張就是 不記得了 外星人 然後應該沒有了 沒有了 鬼劍 嘩 這隻也有的 這隻是叫做 大美 大亞里 我沒有了 已經是 全部綠色 OMG 全部綠色 好了 那國際把給大家看看 全關覆沒 OK 那讓大家看看有什麼 嗯 嗯 好 那這裡三包 這裡四包 這裡五包 這裡五包 一天就頂了 全都掉了 OK 五包 好 那我第一個就是這個 飛行石 飛行的2隻 第二個就是這個 哈浦的閃卡 閃卡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閃卡 總之它有些閃靈靈靈 然後這個全圖的小茂 這個火爐 不知道有什麼效果的 然後敵珠 對了 那以上就是我開過的卡牌 其實都多的 但是一定拼不到一組 再重溫 古芝麻的位置 那它呢 勁就勁在 其實它可以選擇對手的後備 就是把戰鬥的精靈 替換的 然後把自己的戰鬥精靈 替換 簡單來說 就是可以雙方都換寵 雙方都 替換精靈 所以呢 其實呢 作為一個特集 其實算是挺強的 一張卡 以我這個新手分析 當然可能有錯 大家就要自己分析一下 對了 如果你真的想打Pokemon 那些分析那些 或者是戰略那些 可能要先看其他頻道 我現在還未學會的 OK 那我們今集 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開一些卡牌 拜拜